三個月是最為妥當 讓他們後拍理文 其實抽籤是一年兩年 其實都沒差 但是有它的因素在 所以以三個月為限 定定下去可能會比較明確 對整個釣魚業者來說 或是基調的人員來說 都比較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所以還是三個月為宜 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們再請游獎要游議員 這個處長您這樣的說明 有盲點 有盲點 島礁可以配合嗎 你到美國去看 美國很多州都有開放打獵 開放打獵 什麼時間到什麼時候可以打獵 他不是跟某某娛樂公司 配合給某某娛樂公司 或某某的打獵狩獵公司 你要申請打獵 要跟當地的政府申請 這你知道不知道 你怎麼可以給他一些特殊的廠商 或特殊的經營者 一人一傳 他只是運輸工具 他只是運輸工具 至於哪些島要開放 必須具備什麼樣的政見 譬如說釣魚證 海釣之類的 或是移民證之類的 是你市政府發的 對不對 今天如果天后不好 你還給我申請我就不發給你喔 對不對 我就不准你囉 你要申請我就不准你囉 對不對 譬如說有的島嬌甚至有名額的限量 我一天要給50人上去 一天要給100人上去 對不對 這是你愛管理的耶 你把屁股拍一拍全部推給了什麼 一流一船 欸 比較不適合是怎樣的 海釣我們贊成 開放某些 非屬於生態保育的 一些島嬌或島 我們都贊成 但是自政府不能逃避責任 一天要幾個人上去 什麼氣候可以上去 什麼氣候不能上去 是你來核准的 今天好 你給娛樂公司 你剛才講喔 氣候不好 幾級的風你不能去喔 他為了賺錢要去你怎麼辦 他游走這個 這個這個法條的邊緣你怎麼辦 利益之所趨啊 我要做生意啊 你在逃避這陣子呢 那你也不看人家 你必須要有你的關係 你來 誰要去釣魚 在你所規定可以釣的地方 你來申請 我申請給你 我告訴你 你去這個一人一人一船 他有一個搭船的地方 譬如在屁殺也好 或是在那個 那個正兵也好 有幾個定點 你去 他們只是工具嘛 你怎麼可以全部交由他來 來決定呢 他如果說你規定他一天就去50個 他給你偷偷帶個五個 你知道嗎 你有那麼厲害嗎 積查的這麼精準嗎 我也不相信啊 而且你也沒辦法 如果有辦法的話 河滨黨公園管理 不需要交給北官的啦 所以說本席認為 你這樣子的話 就是自己不負責任 再逃避責任 所以說第四條 這個要回去重新再修訂 怎麼樣的配合 配合的定義先講清楚啦 配合很簡單 我請教你 比如說今天 今年你配合給我 別人就不能去了嗎 別隻船就不能去了嗎 是不是這樣子 你沒有覺得這樣 有剝奪市民釣魚的權利 你怎麼要丟下來 就要來接我的船 怎麼 是不要這樣說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量身訂做 這是量身訂做 誰要調就要來坐我的船 照理講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量身訂做 你應該政府管理 控制量 至於他要去坐什麼船 只要合格的船他都可以坐 這樣才是公平的管理者 你這樣不是一個公平的管理者 雖然是他經過抽籤的 好像有透明公平的一個程序 但是結果是不公平 是因為你驗毒服輸 大家來挑 那結果是不公平 不要那麼輕易行事 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第四條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主席啊第四條 暫時各自回去一下 好我們再請陳董財 陳議員 這個謝謝主席 我想我們產花處 這個 宜樂宜船這個島家的知識條例 這個意義很好 那本會的統統可能 產花處在開過 開那個工天會的時候 我們統統可能有的 沒有注意到沒有去參加 那兩場的這個工天會 我都有去參加 第一個在議會 第二個在廠花處的會議室 所以我希望我們處長 你把基隆以周邊的這個島礁 18個島礁的這個地圖啊 把它拿出來給我們各位議員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最大容許量多少 最小容許量多少 為什麼要抽籤 為什麼要這樣 來排隊來抽籤 啊不好啊 都都開放都好啊 大家都站在上面啊 啊如果作成危險什麼負責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島礁有這樣的最大容許量 最小容許量 你把那個數據拿出來 給我們統統看 大家都知道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種管理 對不對 那人員的管制是很簡單的 他一定要到 要到這個港口去申報啊 對不對 你只要存在幾個 就一樣 一定幾個嘛 哪有可能給你多少人 海巡的那就是隨便而已 青菜都沒有在檢查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把那個 那個周邊的18個島礁 最大跟最小的容許量 把那個數據拿出來 大家統統就很清楚了嘛 對不對 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韓良吉韓議員 首先呢有一些基本的觀念呢 應該給所有的同仁 以及我們師傅的 所有的可能 我們的各級主管應該了解 第一個釣魚的話 我們絕對不會在 六七九的風浪去釣魚 因為六七九是平均風力六級 瞬間最大陣風七級 平均風力六級 瞬間最大陣風七級 然後最大陣風九級 像這種情況之下呢 經常風浪會蓋過島礁 所以釣魚人一般都不應該去 而且 娛樂宇船一定不能開船 然後四五七五六八 四五七就是四級五級七級 五六八就是五級六級七級 八級 像這種情況 我們釣魚人 一般可以從事釣魚工作 那我們釣魚人一定會 著救生衣 防滑鞋 因為我們基釣期 大部分在 農曆十月 陽曆十月以後 然後心態都長出來 所以很容易滑達 所以第一個要知道這個部分 第二個應該要知道 娛樂宇船 我們娛樂宇船很多種 包括可以從事船釣的 包括可以從事水上育樂的 還有包括可以從事登膠的 登膠船又跟其他漁船不一樣 它必須船頭要特別堅固 因為它必須碰膠 底膠 讓釣魚人可以上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基隆目前大概四到五艘 可以登膠 所以在產發處定定這個法規呢 可以說非常用心 他們瞭解到有這些船 瞭解到這些船 而且瞭解到 該怎麼樣去控管人數 就如同剛剛陳議員講 他兩次會議都到 所以他知道這些定義 然後每一個礁呢 人數也不能過多 過多的話根本就沒辦法釣魚 然後大家站在那邊也沒有意義 去的就是要釣魚 所以呢 一般來說 有的礁 比如說什麼中礁啊 大企礁啊 小企礁 這些礁 會因為 八礁 因為人數呢 會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呢 這個部分來說 當然呢 產發處的用心 我們必須告訴我們本會同仁 所以相對的呢 其實它有些規定 有些 細項 大家並不了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第一個 我先肯定 產發處 對這個法規的訂定 第二個部分來說的話 為什麼本席會要求三個月 是因為 針對釣魚人 也就是說 跟游議員 也相同的意見 我們應該 這個法規是 針對市政府的 不是 然後 船是 載具 釣魚人 是 這個三方面的配合 去訂定這個法規 希望 遊戲規則很清楚 大家可以一個安全 釣魚的環境 並且呢 也不至於 土地他人 也不至於 苛克 苛政 苛克於民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產發出用心的 訂定這個法規 所以呢 我們應該慎重的去審查這個法規 審查這個法規 這個法規呢 原則上 站在 本席 也是釣魚人的立場 感覺這個法規 訂定的 還是不錯的 只有一些部分 可能我們意見上 不見得能 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要溝通 並且我們希望 訂定出來 對釣魚人 最有利的法規 好不好 謝謝 像 宇蘭的龜山島也是一樣 大概這個都是一定要有一個限制 那這是沒有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 剛剛大概就是說 大概整個基隆市所管轄的這些所謂的這些島礁 那麼就是要容許 要限制這個總量 所以 所以才有配合啦 所以才有配合的限制 那不然的話大家都上去 那個島礁 大家都擠擠放在那裡 那裡也不是辦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那看到的這個 這個島礁 余很多 大家都集中在那邊 因為我自己也不去找 我知道 另外裡面 大概跟各位同仁報告 就是說 第四條裡面的第二項 它裡面有一個叫 前項配合抽籤管理辦法 由本府另定制 我想剛剛我們各位同仁所 所 所憂心所擔心的大概就是 希望說 在整個前項這個管理辦法 由懲罰處 你們再另外定定了 那定定的話應該要納入 我們剛剛我們同仁所講的這些 這些 這些配合抽籤的話 管理辦法 你們要來 要注意我們同仁所記住的 好我們現在請張王立張建議長 謝謝主席 那 我們這個 基調 現在我們是要審 娛樂 娛樂 這個島礁的問題 那如果不是在島礁 你怎麼說呢 那中的那些人也很多 你看那個北町那邊啊 那邊我們有沒有管理 那邊我們有沒有管理 那邊有很多人喔 那搞不好比你們這些人更多喔 那要不要管理 有沒有在管理 那邊都沒有人在管理 好像有人在收錢 有人在收錢 但是沒有人在管理喔 所以我是覺得喔 既然 你們現在已經有這個娛樂 娛樂 這個島礁的管理辦法 那周圍呢 我們常常說啊 我們做紅胎也是有人去釣魚啊 那是怎麼人去釣魚啊 他有辦法 欸 做紅胎 絕對鑽樂 沒辦法出去了啊 但是就是有人在釣魚啊 有人去讓海洋架下去 那要怎麼 所以 那個 這個周圍的這些喔 也要設立管理辦法 我們不常說喔 你只說這個島礁 那旁邊這些 哇 你知道白燈那 多少人在釣魚啊 你知道嗎 那 那也很多耶 一天也有百人耶 比你這些釣釣的人 比較多耶 所以 這也是要注意 因為現在釣魚的人更多 其實 我們應該要 用一個辦法 來保障 那些人的安全啊 對不對 那些人也要 要 要保護他們的安全啊 你不能說 放牠去啊 因為要受盡的人 那些不可能去 自己維護那些安全 但是 我們如果是有辦法 就是 我們有設一個辦法 我們可以去 保障他們的安全 比如說 然後 整個地方 你不能站在那裡 在釣魚 啊 因為 你有這個辦法 人才有辦法去做管理 齁 謝謝 我想跟 張前議長報告 我們現在當然是 只有 只有省 省這個 我們本市的一樂一樂 島嬌基調的字 料理啊 至於剛剛 您所提起的這一個 大概是這樣啦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無法可治 就是 要喚的東西 我們不太多 就 弘太來 他就 要去跳舞 衹衹衹衹 就不叫 開始就不行 喚有喚的 法 賠到有賠到的管理 啊 所以我看 我們還是黏了這個 來 好 我想第四條 我想我們就 再 我們請 那我想還是照我們第四條就是說 請廠話處把這個前項配合抽電管理辦法 那麼你定定的管理辦法要比較嚴謹一點 那至於說是一年幾年我想大概那沒什麼關係吧 不能出去就不能出去 你剛剛也是這樣講 有沒辦法出去就沒辦法出去 抽電好啊 對呀 你是說要改三個月吧 廠話處理說這樣可以嗎 這個改三個月的話你變成一年的行政程序就要辦四次 對啦這個東西因為以釣魚課來講它時間就是一種興趣 你要改成三個月的話變成要很頻繁 第二個要常常去換證 因為那個要登陸啊 那個要登陸啊 沒有啦 他意思說行政裡面要等一下這個月子來又要繳規會 要要繳保證金 那一年要繳四次 那一年要繳四次 是變成這樣啊 好 好 大到後面有規定 就是說一個 吊客 每一艘船 一個船位 必須交五千塊 的保证金一样 对不对 会影响到这一部分 但这一部分在行政程序上 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一年不过做四次 为什么说 要一年 改为三个月 是有相对的公平性 譬如说我这个钓鱼人 我不喜欢这个船家 我就不坐他的船 可能发生很多 不喜欢坐他的船 比如说你一年才一次的话 我不喜欢坐他的船 这一年我这个胶都不用掉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为什么要改成三个月 让他三个月 没法掉也还好 你听我的意思吗 如果四次抽都同样 那谁告认了 对不对 如果不是四次都一可能抽到 他至少一年还可以掉个两次一次 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为什么这是有一个公平性 公平机制 你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为什么要改成三个月 唯一我们收的那个保证金 其实保证金我认为说不是这样的收 我以船位一年你就缴定多少钱 然后多退少补的方式 比如说我运气好 因为你十八个岛礁嘛 对不对 基隆市级的娱乐园床好像只有四艘嘛 四艘 每一艘大概配四点五个 就要讲四点五不够的话 在后面要补嘛 够的就怎么样 对不对 因为有大礁小礁 所以大礁比如说 我们的大礁大概可以容纳到十几个人 我记得 大礁可以容纳到十五个人 对不对 所以说像这种大礁的话 可能它的金额要多 但是呢 我们可能叫它找平均数 到时候看多退少补 我相信 我相信业者不可能敢跑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偏向三个月一轮 对钓 因为我们应该以钓鱼人为中心 不是以载具为中心 或我们做 做 做头鸡人也不是为中心 钓鱼人越多对我们四种越有利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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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 我们 我们现在在 在省这个知识条例 有点本末导致了 他现在齁 你当岐政府所列出来的十八个 那个岛礁里面呢 这个啊 四调人数 在十人以下 或者在五人以下 加起来十八个里面 占了十二个 等于三分之二 等于三分之二 代表什么 那空间很小 没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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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小 相对就是什么 它的危险性会高啊 它的危险性会高啊 这是高危险 的一个活动啊 对不对 那本期也不知道 这么高危险 甚至于只有 有一个 只能容纳两个人 骑下的所在 你还要准 对不对 难道你 吃政府要 自钓客的生殖余不顾吗 你如果不能去 他自己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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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准 你准备 那时候 可以去的时候 出事情 你就是有 连带责任了 那几经文组 有连带责任了 对不对 人两个人 只有 容许两个人 你都准了 好第二点 你当然你要准他 这个知识条例 你要通过的时候 周边的救援的配套 你有没有 好 我举一个例子 好 我们在吴嘴郊钓场 有钓客落海 执政区几分钟可以到 救援执政区几分钟可以到 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去拜託 快点快点 我们那儿有人落海 同样需要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 你有效的 救援时间 你主管单位 你通通没有把握啊 对 对不对 这等于 没有训练的新兵 你叫他去第一线打仗 港湾一数啊 对不对 我想啦 基调也好 海调也好 他相对 基调的风险 比海调大很多啊 大很多啊 海调 刚才危险 放人大户 要快回来 落跑 基调没办法 要等人家 他只有等啊 等待啊 对不 临时海巷有任何变化 他只有等待啊 我请问你啊 这个 救援直升机 多久可以到 或者是我们海巡之类的 救援的船只大概多久可以到 我们不能说这样盲目的 就让你一直通过 一直通过啊 对不对 因为在因为我们有责任 要去 这个 仔细的审议 让你这个 我们从事海调的市民 比较有保障嘛 你要叫人家 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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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出去 我去给他 我去给他说 他这些相关的 一定要跟他说嘛 他都准备好了 他才可以 推这个啊 都没有准备之下 你推这个 那不是 致我们海调的 市民生死于不顾吗 不是 我叫我回答 他里面就没有 对不对 他相关的救援措施 他有相关的救援措施啊 里面有 救援措施他没有啊 对不对 啊 啊写什么 啊写什么 我问他就不会回答啊 我说 只能几几分钟可以到啊 你不叫人家 你要叫人家 要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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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唐局长也不知道 唐局长当然尽量 不知道啦 他就怕火而已啦 他也没什么知道啦 海上救援他也没什么知道啦 对不对 所以我才说清楚啦 他叫人家 他叫人家 海星 平洋站在走 不知道死有啊 对不对 看了生死一門都看不 主席 生死一門你看有没有 看不有啦 我哪看不 看你也好 他也好处理啊 当时过来 要叫人家 要叫人家 他就不知道 我們不去弄人 別人走來就這樣弄了 像各位同仁報告 我們不定定這個自治條例 現在還是有人在調啦 也是人家這樣爬 也是 你總是有一個發情 有一個犯罪 總是比現在 黑白部 不一樣啦 那如果發生事情 也是一樣 快來救 快來救人家救 也是一樣的意思啊 我們現在 再拔拔拔拔拔 也是 有比較好 有比較壞啦 如果 後面再看看 他才有罕罪 你就要怎樣 怎樣 他都有一個規定 你如果沒有 他就發了 那個業者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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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我想這個 這個 應該這個 要維持 一年這個 這個期限 比較好觀念 這是我的建議 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 杜礁船 本身就是最好的 這個 沿礁的這個 這個救援船 如果這個 連這個 沒有辦法做救援的話 那你經營什麼 杜礁船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齁 應該這些 船隻都會在旁邊的做警戒 那也不會 不可能是離開 齁 我是 我是認為這樣子 齁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個應該 我們考量一下 大家 研究一下 這個 是不是他們比較好作業 齁 這個 廠話處應該再說明清楚 齁 謝謝 好 我想 我們 韓爺還是 照一年 還是怎麼樣 好 請來韓娘請韓爺 我們定這個法規是 以 誰為主 是我們 市府作業方便為主 還是以釣魚人的權益為主 要知道 我們定法 無非是希望有一個規範 但是 以誰為主 你懂我意思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以市府方面為主 還是應該以釣魚人權益為主 應該以釣魚人權益為主 應該以釣魚人權益為主 而我本席剛剛講得很清楚 如果說 你不用三個月 會造成釣魚人 他不 願意去做這一艘船 他一年就沒希望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本席堅持應該改成三個月 應該改成三個月 不能以你市政府我作業困難 增加我的作業量為依規 應該是以我們訂定這個法的目標為依規 所以本席希望一定要改成三個月 謝謝 好 民主長 謝謝主席 那個 謝謝各位議員的水平 那個有關 海議員講說 要改三個月 因為這個是當然釣魚的人 大概比較清楚 他的那個季節性 因此上變成說 我一年要 一樣是一年為期 但是變成說 他是三個月就換一個島礁 這個的作業 我們現在一次可以還是把它完成 本來是一次抽半年期 半年期抽兩次 那現在變成說 如果是三個月變成要去抽四次 只是增加一些行政作業的攏長 大概是這樣 那原則上如果說 因為我們這個在之前也開過一些說明會 並沒有業者是說有反應說要把期限縮短 那如果說 因為這邊 因為如果有從事相關這個行業的 比較清楚這樣的一個一性的東西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也願意啦 也願意來去做一些調整 那如果說以三個月為期 這個因為是首推 全國現在是首推 那這一部分我們可以來做做看 那沒有問題 那有關 也回應一下那個 剛剛有議員講 實際上這個部分 不是只有我們市政府這邊在做業 當然就是安檢人員也要配合 所有的船要出去 一定要經過安檢的檢查 然後他在 在他們的那個指導裡面的話 大概都會寫 因為他有幾個島礁 大概只能最多容量大概幾個人 那加上可能是救生人員 最大的容量是這樣 所以他也不可能說一個島礁 他只可能限定15個 他到上面去上去的18個 這個東西業者他要自己負這個責任 因為這個畢竟是在外海 另外一個我們就是以安全為考量 所以所有相關救生設備的東西 就是要求業者一定要自備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們有規定時間 日末太陽下山他就不能掉 太陽還沒有出來他也不能掉 所以說因為有這種種的管理 那最重要的一點 不是為了只有這些釣客 我們不是只有考量 因為最近 我們有很多一些 就是潛湧的一些人 到那個基隆嶼的附近去看 底下被破壞的相當嚴重 那為什麼 因為就是沒有那些釣客去那邊以後 很多人會去那個地方去炸魚 去用藥去 在毒魚 然後甚至很多那個流氏網 通通都掛在那個山路上面 所以實際上那個地方現在的現況 真的是很慘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條例 能夠趕快通過以後 那因為他們互相會去管理跟牽制跟監督 那這樣的話 也達到我們市政府所要的目的 因為既然大家都會 有的都會到那邊 現在就剛剛主席講的一樣 還沒有訂定 還是有很多人去那邊調 那以其這樣 我們就應該是要進入真的是管理 那相關可能就是說在法條裡面 沒有考慮很作用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來去做一些修改 那能夠去真的達到是 既然就是說有這樣的一個群眾 那我們也可以開放 那也可以實質的管理 也真正的是保育整個海岸的資源 我們是奠定這個條例的用意 是在這邊 以上說明 謝謝 這可能是要 有比較接近的人才知道 大概是 大概是跟這個傳播業者 大概他們如果配到那邊 如果一年配到那邊 生日壞 就沒人坐 所以他才說沒有六十個月 你爸還是怎麼樣 好啦 我們休息運動啦 你再說一下啦 這可以不結束 我跟他幾個月 用那個想法 走 我應該是不結束 然後 來 到了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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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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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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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產生由效果發生栽害 當然 Eugene 龔永遠很想撥 CA 龔永遠去遣 attendance 那至於剛剛我們 洪聲雄 洪議員所講的 你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卓主持 那有關那個 洪議員剛剛有提到的這個問題 我們這裡面在那個管理辦法裡面會定定 就是說那個釣魚陣 釣魚陣裡面的後 把這邊大概稍微 因為我們管理犯法已經訂定了 現在就說等這個以後 我們會正式送到市議會 到那個事務委員裡面去討論 那這個的話它這裡面有寫 第一個就是說16歲以上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經判刑有期徒刑以上 執行確定 或是說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必 或因為陰暗通緝中的人 就是不能申請 或者說依法限制他禁止入出境 或經施瓦或經法機關限制出境的人 另外一個是有走失或非法入境 入出境前科未滿五年者 我們這一部分原則上 都是不發給他那個島礁的那個釣魚證 這個是我們在管理辦法裡面 會去訂定 詳細訂定 大概跟那個洪宇言大概報 再來一個就是說 沒有說限定他會有用 因為他要釣魚一定要穿救生衣 我們這個裡面是有規定 一定要穿救生衣 所以在裡面的話 包括通訊設備 包括救生衣 包括他有一個動力小艇 這個在未來 在裡面標準的配備裡面都會有 因為我們也考慮到他安全的問題 後續的部分審查的時候 就會發現到有這些東西 這個是一個很周延的 一個制度的條例 所以說在裡面都會有訂定 也謝謝我們各位議員的提醒 給我們多方面 就是說未來這個要開放的時候 可能會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也非常感謝 謝謝 所以 好讓我們把這個 或委託單位改為 或基隆區議會所合發 導礁基調證 10個進行導礁基調活動 或委託基隆區議會 導礁基調證 10個進行導礁基調活動 好沒問題 那我們通過 請通過啦 好 好 洪政委 洪議員 謝謝主席 本市還是認為說這個游泳還是基本的必備要件 你剛剛講的 處長講的一定會穿救生衣 其實你如果是動力船舶的駕駛 他也是要求說你一定要穿救生衣啊 但是最基本的條件你就是要會游泳 就是要會游泳 你很多的船員也好 他在船上他也都是有安全的救生衣啊 但是你要拿到船員證 你就是要量身水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子要求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種惰性 我不可能 上船的時候就馬上穿救生衣 不可能 所以你從事水上活動 就是本身就是要會游泳 那相對於你從事基調活動的時候 這個梯在頭車會游泳 穿他就生衣在那裡 你想他整天穿住的嗎 不好靈嘛 人還是會有惰性嘛 所以他如果一旦旦就生衣放在旁邊 不就出入去 不就消化運來的時候 所以這個我本身還是認為說 為了市民生命的財產安全 尤其從事基調活動的時候 在娛樂當中也是要注重安全 所以你如果認為說這個游泳的部分 本身是認為是還是必須要 應該還是家住 不可能會游泳一百公斤 這個游泳你也會可以游泳 你都不會游泳 給他扣救生衣 你一旦去住的時候 剛才救生衣才會放在旁邊 要吃一些東西 或是要便宿一下 救生衣湯放在旁邊 剛才放下去 燒到用來 連基本的自秀受水都不會游泳 你是不是要怎樣 所以這種東西本身還是認為說 我們應該不是從事船吊 船吊因為你坐在船上 你這種基調的話是你站在旁邊的 隨時有可能出土 所以本身還是認為說 既然我們要設置這種 基調的這種自治條例 我們在核挖這基調證的時候 我們真的還是希望說他會 要會游泳 不要說趕去扣他救生衣 一旦救生衣 這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以上是本席的建議 好啦 我們弘議員建議 你就怎麼會考量啦 你不要再說了啦 好啦 沒有辦法認定啦 他沒有知道啊 你真正行 我告訴你 跟你說好了 你再吃這幾嘴 真的要提供你 好啦 你怎麼會考量啦 那你 聽到都沒有 實在有這麼難 好 沒問題喔 那我們動過 第六條 誒 裝完了 第六條 娛樂漁業漁船之漁業人 船長駕駛人 應遵守下列四項 一 宜載客從事導礁基調期間 應配置船員含船長三人以上 活動期間不得從事導礁基調活動 二 配置符合承載人數救生艇設備 含船懸輔助梯 一 救生圈相關事項 三 船位回報器 VMS 主機及通訊設備 DSB EPIRB SSB VHF 應由船長於出港前 確保設備數量及運作情形 並填寫當航次活動日至中 四 潛管VHF無線通訊設備 船用主機於導礁基調活動期間 應保持開機狀態 VHF無線對講機機數目不得低於 宜樂宜夜宜船取得之導礁配合數 且應於導礁基調活動人員登礁前 交互對講機及備用電子 並隨時聯繫掌握人員動態 V 應於載客從事導礁基調活動前 要求導礁基調活動人員 簽署離船活動人員 致付安全切結書 六 為維護導礁基調活動人員安全 除以緊急危難 船隻不得細繩 於導礁附近所屬岩礁 交岩 七 依據中央氣象局公告之日出 日末時刻表 不得日末後即日出前進行 導礁基調活動人員登離交 但因天候海象潮汐 有安全遺歷時不再此現 八 以載客從事導礁基調活動後 二 漁業人或船長因填報 當航赤之活動日誌 含漁獲報表 九 其他依法令因遵守四項 請審議 好 這條 好 我們請韓亮先生議員 謝謝主席 首先呢 針對漁載客從事 第一條 漁載客從事基調期間 應配置船員含船長三人以上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似乎有違背漁業法的情形 漁業法 明文規定CT0 CT1 CT0是一個人 CT1 CT2是兩個人 CT3是三個人 好 其他 以上 那基隆市最大的 我們的漁樂漁船是CT3 只有一艘 然後我們CT2 目前呢大概三艘 好像CT1一艘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規定三個人的話 似乎 我們規定是CT0是一個人 CT1 CT2是兩個人 CT3是三個人 然後似乎 好像有一點要求也比較多一點 因為呢 可能是救難需要 所以他們考慮三個人 這是合理的 但是呢 沒有想清楚 就像我們第二點 配置符合承載人數救生艇設備 整個發生基隆雨死亡事件 目前本席之道很早15年前也有幾件 但是呢 在近15年 結果後來我們釣魚中間呢 只有發生兩件 兩件死亡 都是從大起礁跌落 紅棍仔 那邊叫紅棍仔 大起礁到紅棍仔那邊跌落 跌落狀況都是往內彎流 往內彎流的情況呢 因為大船靠不上去 丟救生圈也戒不當 的情況之下呢 兩個都是清醒中間 然後拉上來死掉 所以呢 整體來說 大船靠不上去 你在風浪很大的時候 救生艇根本完全 就所謂的我們的救生法 用手動的 那根本沒有用 沒有用處 所以呢 本席非常不認同 就是用這種救生艇的方式 救生艇的方式 應該是動力小艇 動力小艇 所以呢 本席對這個案子來說的話 第一個回歸漁業法 就規定兩人以上 兩人以上 或者是完全依照漁業法的規定 CT0,CT1,CT2 完全照照規定 然後配置符合 人數的救生艇呢 因為CT3必須配置救生艇 CT2,CT1,CT0沒有救生艇 所以在救生艇的部分來說 這個沒有必要這個要求 第三個部分來說的話 也就是在第四條後面 應該加一個第五條 必須有動力小艇 因為剛才本席講得很清楚 每一次發生災難死亡的情況之下 大部分都是大船靠不上去 人跳上去 丟救生圈 完全沒效 如果我們當時有配置救生艇的話 也就是剛才本會同仁有疑慮說 直升機哪時候到 直升機到於事無補 一般在那種水溫的話 人大概三到五分鐘就差不多了 一般在那種水溫 因為我們釣魚的水溫 雖然我們沒有救生衣 而且應該規定救生衣 還要把他的領子要有 因為救生衣有領子 他會把脖子浮起來 否則他浮的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包括救生衣 一定要有脖子的情況 然後第五條應該是 第四條後面加一個第五條 配置動力小艇 然後改為六七八九十 這條文 所以本席針對這個部分來說 第一條兩個人就好 不用到三個人 但是救生艇就要配置一個人 救生艇幾艘船都配無所謂 因為不會 不應該也不會 所以有那麼大的問題 如果有那麼大的問題的話 說實在那應該是六七九或七八十的狀況 那根本不應該去釣魚 所以在這種情況應該是 兩個人以上 第二點呢 配合著救生艇 這救生艇根本不需要 那個救生艇沒有什麼作用 沒有什麼作用 然後在第五點 加一個小艇 動力小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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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是整個釣魚活動 如果發生災難 剛剛本席也講很清楚 前十五年有發生 但也不多 近十五年內發生的基隆雨事件 大概兩件 確定兩件 而且舊式兩件 兩件呢 一件是大概是四五年前發生的 一件是大概三四年前發生的 兩個大概隔兩年 然後都是從大起礁疊下去 都是從大起礁疊下去 大起礁跟中礁中間有個內彎 都跑到內彎去 救不出來 因為我們的CT2 CT3 靠不上去 然後救生艇也滑不過去 所以一定要帶一個動力小艇 刀瓜、橡皮底、鬥無所謂 救災才有希望 好不好 謝謝 好 援助長 對於我們恆議員所講的這些 說明一下 謝謝主席 有關恆議員 崔勤的 這個 因為現在這樣 因為如果出去的話 你CT1 CT2來講 是兩個人沒有錯 問題是一個是船長 另外一個人 真的人落海的話 一個人是拉不上來的 所以為什麼會用三個人 是這個原因 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說如果你CT1 CT2 你今天其實說船你要出去 原則上應該可以多載一個救生人員 就是不要去垂掉的人員 這是當然是一個方式 這一部分當然是一個方式 不然的話 你就只有兩個 兩個 但是一個是船長 要舵 然後掉下去的話 一個人確實真的是拉不上來 我們是有這個顧慮 那有關那個 韓議員剛剛有提到一個動力小頂 因為動力小頂 它 抗浪性會比較差一點 怕翻覆 所以說為什麼 如果說要用動力小頂 當然不是說 不是說不行啦 只是說那個地方的話 海浪會比較大 那如果造成翻覆的話 會不會變成是衍生其他的問題 會不會產生這樣 那是不是就是說 他們這些業者 集中 就是說 要準備一個小艇 是在那個島上的 這一部分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去研議 在未來 未來是不是在管理棒網裡面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 把它納入 納入在裡面做一些要求 大概 就很遠 講的這些問題 然後救生衣 有領事這一部分的話 如果要規定 我們就把它訂下去 就把它訂下去 好 那以上說報告 說明 謝謝 好我們先請莊景田 莊議員 謝謝主席 處長你剛才說的 第六條第一項 這個待客從事島礁計調期間的 三人以上 幾個人是CT3的有幾隻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啊 反正一隻而已 你百幾人坐一隻 你有鎖定 鎖定對象 剛才我們董事也有說的 CT2 CT2 兩個人以上 為什麼不可以 比較小 比較少人 哪有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這樣有選項的鎖定 一定要三個人以上 那些娛樂遺傳 那些人百人 應該怎麼做 應該是合理的 他既然有辦法精準 他就有一種配備 因為這個刺激條例 剛才我們董事也在說 這安全問題 你都沒有你考慮 只說人 基調證給你 你去桌子出去 你所有中央 那些東西 你有做什麼 比較好的安全 配備也沒有 配套你都沒有做 是跟鎖定給他 叫他去釣魚 都靠這隻鎖給你保護 其他鎖定是政府 並沒有做到 海上其他的安全設備 這是很危險的 所以本事就是說 這條第一條 第六條第一項 應該兩人以上就可以 這樣比較公平 不然你鎖定這個 第一個也不夠 第二個 其他兩個人 那些人 那些人也沒有合理 所以我是建議說 兩人以上就可以了 應該掌握處 應該沒有 實在說 設定說 什麼大一定 三人以上 設定說 吉他有什麼好處 三人以上 是像林書斬說的 比較像是 說很多人 怎樣 多少 對中央 還是什麼 對吉他中央 應該不是 應該不會說什麼 反正說 CDO 一定要幾個人 要幾個人 三人 那些債棋 動作是這樣而已 有你百貨無的無 應該還不至於這樣吧 好啦 等一下 好 我們先請 韓楊錡韓議員 事實上呢 產發出的利益是良好的 不能說他利益是不對 因為整體利益來說 是兩個人操控船 一個可以負責拉人 機會比較大 那機會大 你忘記了 忘記了 要船可以靠到 你忘記 船要可以靠到 這一個落水人的身邊 第一個排浪性 船體大的時候 他排的話 人不會靠到船部 一定要想辦法去拉過來 第二個部分來說 你內彎的時候 大船吃水較深 大船的活動範圍較大 船不是跟人一樣可以歪個腰扭個身 沒辦法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們的利益是對的 不能說你們錯 但是呢 整體沒有考慮清楚 第一個 就算你有救生艇 而你沒有動力 在冬天風浪大的時候 你滑不過去 所以為什麼要動力小艇 第二個部分來說 為什麼大船靠不過去 而我們最好 其實整個救難最好的力氣是 我們的摩托艇 就是那個水上摩托車 是最佳的力氣 再來就是我們的橡皮艇 會比其他都好 你的硬殼頂的話 你會碰壞 然後硬殼底的話會翻船 而我們的橡皮艇 不見了會翻船 所以本席呢 不是希望說 哪一艘 每一艘船配一個小艇 那沒有這個必要 那個浪費 他們三家四家 五家業者 可以配合起來去 找一個 譬如說跟救難隊啊 或者是自聘的人啊 或怎麼樣 是一個合格的救生人員 然後操控這個艇 然後讓其他人去救救難 這個有必要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韓眼你想想說 第六條第一項 兩人以上就可以了 裝野馬 第二點就是說要配 第二項是配制服而存在人數是動力救生設備 你 蛤 你是說要 是加這個就可以了啦 是不是這樣 這對業者有困難啊 沒有 對嗎 對 你這路 這好像怎麼有辦法呢 設置服而存在的人是不是救生設備 那你本來是說要不要交代哪裡 你就說救生設備 救生艇這些不用 要動力 動力救生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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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比較好 第二條給他 過條 這是第五款 因於代課從事島礁基調活動 前要 要求島礁 加在第五條 加在第五條 然後其他變六七八九十 沒有 第六條 過期了 現在要念第六條 第五條 過期了 第六條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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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個 因配制動力消停 那個叫他管理 他們自己寫就好 管理辦法裡面 他們自己寫 自己寫 三個人跟兩個 改兩個 好 其他沒問題 好我們等過 繼續 第七條 島礁基調活動人員 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活動範圍 以本府公告開放之島礁為限 二、島礁基調活動 時間及行為及相關公告限制事項 三、不得從事有礙公共安全 或危害他人之活動 四、不得破壞島礁交體 棄制會欺物以島礁或拋入海中之行為 五、離船登礁時 應穿載 副哨子及求救警示燈之救生衣 六、未維護島礁基調區域 漁業生態資源之永續 島礁基調活動所釣貨之餘體 未滿二十公分者 應極調疾放不得吸回 但卻雕科及多餘科之茶餘 不再實現行審議 好 第七條 沒問題喔 好 我們通過 第八條 余樂漁業漁船 及島礁活動基調人員 代為投保 離船登島礁垂調活動期間 之個人傷害保險 及附加傷害醫療保險 每人墜機投保金額傷害保險為 新台幣兩百萬元 附加傷害醫療保險為 新台幣二十萬元 請審議 好 沒問題 好 我們通過 第十條 余樂漁業漁船 漁業人 因美濟減負 當季活動日誌 保證 保險證明資料 送本府被查 作為刺激營運資格 及後續年度配額申請 審惡之意 舉行審議 好 沒問題 好 我們通過 各位同學 我們是不能來領得完 好不好 好 好 第十一條 余船漁業人 因設立公開資訊 網頁平台 包含出船日期 該航次登島 導交資訊 報名人數 余船漁業者 專線電話 並於出船二十四小時前 以公開資訊 網頁平台 公告出航時間 或未出航原因 請審議 好 有問題 好 好 好 請韓良及韓議員 呃 本席是意見不多啦 只是加一個 因設立 共同的公開資訊 共同 共用 不要說單一個一個 就共用 這樣子 這樣的話 調員才有辦法說 明確的看到哪一艘船 他可以登 好 謝謝 謝謝 你是說十一條 因設立公開資訊 這一個喔 對 這不是一樣嗎 共用 共同的 蛤 共用 共用的公開資訊 共用 共用 共用的公開資訊 否則每一個設立 好 民主黨 你說明一下 這比較不差 那 那個 謝謝主席 這個平台未來一定是共用的 而且這個很透明化 在這個資訊平台裡面大概都看得到 這個是沒問題啦 好啦 沒問題啦 好 我們通過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規定 歸費保證金及表格文件格式 由本府令令知情審議 好 沒問題 通過 第十三條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 處一夜人性台幣2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款 一 違反第六條第五款第六款規定 二 未依第八條規定 接受檢查或 再送未攜帶導礁基調證者 進行導礁基調活動 三 歸依第九條規定辦理保險 四 違反本府依自治條例 發布之命令 違反前條 前項各款規定之一 累計達五次以上者 本府得註銷該船 年度導礁配合 請審議 好 沒問題 有 陳志成 陳議員 有關十三條 第一 第一款這部分 他這個是 切結書是什麼時候要給 給這個主管單位 是開船之前就要給 不是說回來再給 回來再給那 那就沒有意義 是不是這樣 你裡面有沒有這些規定 要不然他 他 出給他回來再給他 要出事情要怎麼做 他經常要給他 切結哪有那個回來拿 他 哪有的 一定切結 經常要出問題 人要死 要開船 人也叫你先簽 哪有叫你 開船刷 才叫你簽 好 好 通過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搗礁配合資格至補證完成為止 前項暫停超過三個月者 本府得註銷一頁人搗礁配合請審議 好 沒問題 通過 沒問題 通過 第十七條 通過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公佈日實施行審議 好 沒問題 通過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各位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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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